蔡英文总统中午结束了八天七夜的南太平洋三友邦访问行程返国 才刚踏上国土 总统念字在字的就是朝野合作 蔡英文在桃园机场谈话时特别肯定赖务会 她表示在国家利益之前无朝野之分 呼吁政党携手合作成就更好的台湾 蔡英文总统肯定此行完成了预定的外交成果 蔡总统说这要归功于长期以来 无论是民进党政府或国民党政府在外交工作所累积的基础 不分党派的合作以及施政成果不断累积 是让国家往前走的关键 民主国家内部一定有竞争 但在国家利益前没有朝野之分 只有为台湾永不懈怠的努力 谈到朝野合作的重要性 蔡总统举了两个例子表示 行政院长赖清德与前副总统吴敦义的会面 以及宋楚瑜资政即将代表我出席 APAC的领袖高峰会 这两件事情都证明了 在国家进步与民主价值之前 我们可以合作与也可以对话 当朝野能够携手合作 绝对可以成就一个更好的台湾 团结一致 努力不懈 我相信这是国人对所有正当的期待 对于这次出访的三个友邦 蔡总统表示 三个友邦都是深受全球气候变迁影响的导国 他们国家的规模都不大 但是面对挑战却是非常的巨大 此行完成了出访前设定的两个目标 一要展现台湾为国际社会贡献的能力 二要为免在友邦的侨胞 开商以及技术团的同仁 在这次的旅程当中 我们发挥台湾多元的国力 尤其是在农业教育与医疗方面 强化跟友邦国的实质合作 也深入了解当地的技术团 医疗团的工作跟生活 感谢第一线工作同仁的努力 因为有你们 有邦的人民会永远看重台湾的友情 蔡英文总统中午反国 总统在桃园机场谈话时 特别肯定赖误会 总统说在国家利益之前 无朝野之分 呼吁政党携手合作 成就更好的台湾 记者正超文摄影 分享蔡英文总统中 中午结束访问反国 千里伟田秋景 又在门口送花给总统 记者正超文摄影 分享蔡英文总统中午反国 总统在桃园机场谈话时 特别肯定赖误会 记者正超文摄影 分享蔡英文总统中 中午结束访问反国 千里伟田秋景 又在门口送花给总统 记者正超文摄影 分享 分享